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技术 今天讲这个技术呢,是叫做负面步 什么是负面步呢? 就是在你往前突破的时候 你先往后抬一步 正常情况下,有人往前突破就直接走了 对吧?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负面步,你接球以后 在你假动作的时候,假动作的时候 你把脚往后这样走 很多教练呢,是这个鄙视 或者说不认同这个脚步的 他们认为你假装偷篮的时候 你再往前走就应该是正面步 没有任何负面步,就应该直接往前就走了 但是呢,我们今天讲的是违背很多教练的这个思想的 你假装偷篮的时候,你就把脚往后放 你就接球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这么做好 这么做呢 一方面呢,是很多人的一种 就身理本能的习惯 相信我现在不讲这个视频 也有很多的朋友 就自然而然就这么做 对吧? 突破前你就往后踏 然后才走 再一方面呢,就是 当你往后踏的时候 再往前蹬的时候 你有更多的能量 再往前走 产生更多的力 你这么一蹬就更快了 很多人说你这么一蹬浪费时间 对吧? 管这个叫,所以管它的负面是不好的 但实际上不一定 如果你是 你是直接往前这么走的话 不一定有 你这么走快 对吧? 因为我也不是什么物理学家 我也不是搞这个科学的 但是呢,我就是说一个打篮球的一个 事实 这么走是更快的 啊 OK 再来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 当你接球 你需要这么一个 这个 当你接球 你需要这么一个假动作往前走的时候 防守人 水有八九是在往前扑你的 如果他往前扑你扑得很紧的话 你的脚 这么走是很别扭的 所以你 这样 他过来了 然后你再走 从这个身体的这个 脚部位置上讲是更科学的 更自然 所以呢 大家都可以练一练 接球 反方向呢 是这样的 但是呢正常 如果你是这个右手的话 右撇子的话 反方向 是不需要 反方向一般这个时候就是顺步的 如果你是右撇子 往左边走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你看那个背心尊者跟我跟我打的时候 他就经常的 经常的会 这么来一下 我往前 接球这个从那扑过来放在头栏 然后他这个脚往后一变往前再走 他就过了 再有点就是这个你突破的路线啊 一定得是直的 尽可能的 尽可能的贴着对面的身子突 不要在中间有给任何的距离 和这个间隙 这样他就卡不了 就往前就走了 好吧 再有点呢就是你运球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也都在 没有 意识地做这个 负面步 比如说啊 比如说游鱼步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负面步 对吧 对吧 往前走往前踏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负面步 你在突破之前你是这么一个脚步 然后再走 如果做的再明显一点 很多人这个现在在教很多训练师啊 很多这个人类 打球的人在教这个突破前 你要这么突破 对吧 你可以看各种那个耍杂技的训练师 经常的就走之前拿个什么东西 对吧 或者说地上有个什么东西 然后你就啪剪 对吧 所以一样的道理 你突破之前 你突然变成这样 这是个负面步 负面步 所以一样的道理 你用了三维鞋上接球了以后 完全一样的 负面步呢就是给你产生更大的力量 然后产生更大的空间 更好的位置 同时能让你的重心低下去 然后你就突坦 突了以后你就 对好吧 好吧 这就是 负面步 OK 然后呢最后呢 欢迎大家购买我的篮球训练计划 有问题在评论底下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